这张投影片是实际实验的data 我们在Original的制程下 去做一样 把它放到台车里面 把磁砖放到台车里面去烧 那么两者7个data 事实上在这里我们重复了两次 重复了两次 重复烧了两次 最佳的一个条件下也是一样 重复的烧了两次 这是确认实验 你有时候会选择只做一次 有时候你会选择再重复两次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重复了两次 所以事实上每一个 在Original的制程下 事实上你有14个data,不是7个data 同样的在Optima下 你也有14个data,不是7个data 这14个data你可以去计算 它的平均指数跟标准平差 然后可以去计算它的sm比 ok 我们前面的sm比是-10的log 那么 s平方除以y8平方 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补充一下这一点 刚刚我忘记强调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计算这个sm比的时候 记得父母有出了一个平因值 一个平因值y bar 在第一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了解到处于这个y bar 事实上是 它的意义是蛮大的 因为 你如果没有处于这个y bar 相当于在 每一组data 相当于只是在比较它的s 标准平差而已 但是我们也跟你强调过 比较标准平差 有时候是比较不公平的 有时候是不公平的 处于它的平均指的话 会比较公平一点 在上个例子里面呢 有某些case 平均指是2000个amstrom 有些case 平均指是5000个amstrom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去把它处于平均指的话 它光是比较 比较准平差 其实是不公平的 OK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case 这个case 你稍微看一下这些data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data 其实它的平均指 它的平均大致上 都在10.00左右 所以事实上 以这个case来讲 有处于这个平均指 没有处于这个平均指 其实都没有差 没有很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实质上 还是在比较标准偏差而已 注意一点这一点 实质上我只是提醒这一点而已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 实验出来平均指是 SNB 在Original的条件之下是38.6 Optimal的条件是54.1 OK Improvement 改善的是11.6 我们把上一页投影片 它的data 我们也把它并列在这个地方 让你做比较 OK 在Original的情况之下 SNB是39.1 在Optimal的情况之下 SNB是54.4 Improvement是11.4 好 最后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这样的data算不算是够接近 OK 这样子的SNB 这样子的impirical model 算不算是够精确 OK 好 在这里我们讲过 我们也有统计的方法来判断 两个data算不算是够接近 但是当我们在判断两个data算不算够接近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要用它的实验误差 实验误差来作为一个参考的data 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OK 但是如果 但是相对而言3.5 跟一个4.2的一个data 因为实验误差是2.0 所以这样来讲 它的差异其实并不是很显著的 并不是很significant 所以当我们在比较两个data 是不是一致 我们事实上是要跟 我们的实验误差来做比较的 OK 不过再强调一次 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想去谈论到这些统计的这些东西 我们纯粹靠我们的肢解 靠我们的工程判断 来判断这样算不算是够接近 事实上这是非常的接近的